温馨提示,是呀,我们又讲 TVB 不合看、不合听,不要浪费时间 留言注意试课,又爆粗又讲政治 玩人身攻击还开了名字,全部禁止 每集留言功能两日后关闭 想讲两句手法有手慢无 这几天好似好多花生 香港造假文化已经神级到这样的地步 可笑又可悲 早前,一元租采访期间 被同场一名怀疑工作人员指责 东章西望阻止采访 气得一元租发文还击 惹来一连串的新闻 其实,这么多年来,电视台这类型的节目 只要是非港民记者 都会出现被人冷眼看待 任何年代的记者 多少都自我感觉良好 无论你是港民 又或者是娱乐 甚至是饮食记者 都是的 啊,娱乐和饮食都会? 嘻,他试下不合作 看看我怎么写他 他是薄有名气的港者 跟非天爷爷说这番话 是当时某位娱乐记者 饮食的相差不远 只是艺人变成食肆 刚刚看到WhatsApp群组 有一间餐厅 刚刚得罪了个旧同事 我们决定写死他 这番话 大概是十年前 听到的 所以记者自我感觉良好 一点都不难解释 一元租事后删除了帖子 我想起上次非天爷爷分享 如何处理网络欺凌的节目 不再重复了 今天引发了一元租买粉丝还击的新闻 全部都是外国不知名的用户 留言全部是一色一样 还要把Master串成Monster 变成了支持MonsterJoe 不用理会别人做一个良心好记者 还记得非天爷爷分享过 买点击、粉丝、留言、赞、欲的故事 甚至有攻击对家的专享服务 全部都是明码实价 假如一元租买粉丝还击 会不会笨到用一色一样的留言 会不会串错Master丝和Monster 明显就是黑粉要攻击TVB 偎人出钱买的 大家都清楚 但黑粉更清楚 黑TVB网民的心态 就是要你吃死猫 只要骂得开心便是 为了攻击TVB 不单有网军 更加有人出钱出力 钱从哪里来的呢? 真是不受 反正众仇零成本 又有人因为一个产字 愿意课金 有没有大金主也没有人知道 只知不时会出现一些 有系统、有计划的攻击 当你落在其中玩违粉 另一边团结到 真是不得不舍个福字 哪里都有阴谋、网络、文化 玩到诚信都荡然无存 荃湾威威 你觉得是哪些人做出来的呢? 不少网民怀疑 是借威威替主子做势的铺牌 首先套给威威的一个别号 是主子的名字 刚好主子当时有新的派台 需要话题 一石二鳥 虽然有人曾分析 是鲜肉公司的宣传桥段 但得益者明显不是鲜肉公司 而是变上多人谈论的新歌主人 如果是这样的话 非天爷爷觉得 简直就是公心计三支鲜肉威威 真是花生满地 又有话 可惜风头过了位 威威接拍了几个广告 其中一个广告更是 李氏家族生意的超级市场 当日应援 变成了送钱给其他人 难免令人觉得功高盖主 于是部分港媒开始联手 先揭发威威多年前传销的经历 可惜未见成效 威威竟然有肉当 走进超市 唯有搬出死罪 疑似威威本人帐号 扫威男团大臣 粉丝地雷应该必死无疑 好一出公斗剧的剧本 假设属实 非天爷爷想 如何证明威威本人帐 是不是威威本人的言论 更难以证实 但吃死猫最快见效 事实 威威已经成为四方八面的攻击对象 连威威的粉丝都比港媒港城 只有C9和菲庸 真是火烧连环船 现在是时候看看她的抗压能力 是不是像鲜肉分割 手起刀落 一一迎刃而解 看看她的刀工如何 粉丝应援越玩越大 网络攻击千奇百怪 但万变不离其中 就是造假 近日 男团单飞的MV 又成为一时佳话 有人用其他平台 搜索到MV各样点击数据 重点不是几百万点击 而是接近二十万 dislike 非天爷爷一点都不惊讶 从来有多受欢迎 自然有多不受欢迎 当年谭永顿出场 张国荣的歌迷就喝倒彩 张国荣出场 校长歌迷就喝倒彩 四大天王的年代 尖叫、喝声、七国禁乱 有关说是同团另一位成员的粉丝 所谓 因为她在旁边的颁奖典礼 取代了细一位置 最高广告押KOL 排名以超过一半大比数 而引起内斗 是不是真有其事 非天爷爷真的不关心 大概过几天 又会有逆风向 指对家所为 谁知道 所以一直强调 尽快实施实名制 虽然会有很多漏洞 但永远不踏出第一步 永远不能解决问题 造假已经令互联网 变得大话连篇、诚信插水 大家越来越喜欢口水箭 登役除了网络平台 赚了一大笔广告费 点击之外 就是满足到黑粉的黑心肠 题外话 之前有朋友叫我开小红书 很多人用的 但其实我开开这么多这些平台 很多都是刺的 例如这个抖音 再开小红书 会不会有多一个地方 都是刺的呢 那你们有没有玩小红书 其实我到现在都不太清楚 小红书到底玩些什么呢 喂喂喂喂喂 又说TVB 有没有其他东西说的 有 另外一个channel 是者让的飞天爷爷 连结就在今集节目结尾的画面 左下角就看到了 记得订阅哦 哈啰 我是飞天爷爷 一个写小说写专栏的作者 喜欢画画 听歌 看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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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剧 极度需要存在感 和感情的车角色 如果大家喜欢我短片的话 不妨订阅我channel 然后按大这个链 下一次更新的话 就会通知你 最好帮我share 出去介绍给你的朋友 那我们今集的节目就差不多了 我们下集见 拜拜 by bwd6